假日的關係 東蔥的人超多的 終於到了石碧水塘 水塘就是水庫的意思 今天要走的路線從這裡 石碧水塘然後沿著這個郊遊鏡 一直上去到昂平 然後預計這邊到一圈 到昂平360再坐纜車回東蔥 石碧郊遊鏡 在東蔥站的時候被滿坑滿谷的人嚇到 不過我這個路線好像比較冷門一點 馬上看 好多階梯喔 還爬多少層樓梯 汗已經流成這樣子了 其實人少 沒有人 沒有人 還是有聽到人的聲音 鬼喉鬼叫的 這個就是石碧水塘 剛剛就在這邊下車 我知道為什麼有人鬼喉鬼叫了 他們從這邊爬岩石爬上去到這邊 哇他們是一路向上耶 從這邊到這邊耶 這個路上人蠻少的 所以蠻多昆蟲 如果是昆蟲擾蟲的話 比較會知道哪邊可以看 我沒有發現錯喔 小孩子的那個昆蟲大神耶 現在的位置又更高一點了 這邊就是石碧水塘 應該是快到了 聲音都從那邊傳過來 然後這個是心晶簡鈴 從那個石碧水塘爬到現在這個高度 450公尺的高度 非常平緩 兩個小時很快就到了 非常適合我這個老人的一個行程 早上從這邊 然後到現在這邊 然後現在繞這個 米樂山一圈 旁邊有一個小小寫6公里 相較於剛剛的石碧交野徑 這個米樂山交野徑的路比較窄 很快 遠的地方這邊就東沖 機場 以前如果坐在纜車上面看到下面有人就會頂著他看 終點在那邊 終點在那邊 剛剛看到那個岔路 米樂山交遊巾 但是他要爬山 那真的太懶了 所以切這個鳳凰鏡 走到昂平南村 大佛 好耶 到了 到了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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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山水豆腐花是只有昂平的特产 今天从那个石壁水塘走石壁郊野镜 尼勒山郊游镜 中间切一半从凤凰镜走来这个昂平市集 大概11公里 其实蛮平缓的啦 所以两段走起来并不会太累 现在就要去 坐缆车了当个观光客 因为疫情的关系这只一人一台 有人在走的就是凤凰镜 以前我住过东冲 这一个社区 其实离机场蛮近的 很快就到机场 还有那时候租的时候 仲介跟我讲说 因为离机场近 所以很多空姐都住那里 号称空姐城 可是都是遇到坐厂长 isson 世音乐 与嬷 与派 订阅